第1001章 一个接一个 小说 仙武帝尊 作者 六介三道 那是什么 两人用传音交谈之时 龙腾惊讶了一声 闻声 众人纷纷顺着他的目光看去 那里 显现了一幅支离破碎的画面 漫天神魔在血战 灵兽嘶吼 战车碾压着虚天 不断有人坠落虚空 也不断有人逆天杀入酒消 整个天地都似是血色的 敬守星台 太须古龙沉生一句 死乃战死者残破的神念所化 可获人心神 听到这话 龙腾和萧辰等人 纷纷一咬舌尖 恢复了清明 从那个方向收回了目光 前方有凶物 躲开 带路的夜晨 远远便绕开了一把残破的断剑 其上萦绕着黑色之气 乃是杀气的外线 亦有怨念交织 并非他们这些人可以靠近 众人不断地深入 而且越往里面走 就越甚人 那呜呜的哀嚎声 就如魔咒 从未断绝 不知不觉中 他们踏上了一片血色的幽灵 我的魂 刚刚走路 一直保持沉默的南明玉树 才突兀地开口了 把众人吓得浑身一击灵 而且 南明玉树的脸色已经变得极度惨白 郊躯在忍不住的颤抖 满眼恐惧地看着那个方向 似是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事情 玉树 千商月和大楚黄烟一边一个握住了他的玉手 夜晨眉头微皱 如今的南明玉树又开始在现当年那诡异的状态了 父皇 这边 龙腾也突兀一声 让身侧的萧尘等人下意识地豁然转身 但却啥也没看到 莫要一惊一炸 萧尘沉声一句 我 我真看到我父皇了 龙腾气息急喘 还在盯着那个方向 不是我 我什么也没拿 我什么也没看到 这边还没完 南明玉树那边又开始疯疯癫癫了 如一个受了惊吓的小女孩 不断往千伤月怀里躲 凤 太须古龙当即封住了他的修为 以免他再次发狂 惊动这里的凶物 父皇 龙腾突兀又一声 说着就要走出防护罩 凤 子萱出手 把他的修为也封住了 这下倒好 还未找到有用的东西 两大皇者后裔 已经先后变得疯癫了 战死之人的怨念太强了 太须古龙沉生一句 正在侵蚀他们的心神 凤凰情镇压在这里 都洗不尽这里的怨念吗 子萱喃喃了一声 看好他们 叶晨看了一眼龙腾和南明玉树 便再次往深处走出 不知过了多久 众人才走出了 这诡异的血色幽灵 一路上 南明玉树和龙腾一个比一个闹腾 一个疯疯癫癫 一个神神叨叨 得亏太须古龙和子萱 封印了他们的修为 不然俩人说不定 真会在这十万大山的兄弟闹腾 前方 乃是一片有黑的焦土 寸草不生 定眼去看 还能看到一只只四隐四线的鬼魂 在眼前飘过 时而露出争鸣之色 时而有迷茫无比 走着走着 前方的叶晨便默然驻足了 眼眸微眯地看着前方 仙伦眼拨开了层层云雾 他看到了一道雄伟的身影驻足那里 背对着他们 如一尊雕像一般助力 纹丝不动 父皇 叶晨身侧 沉着冷静的萧晨 突兀地喊出了声 而且已经一步 踏出了防护罩 没有人比他更清楚 那道背影是谁 那样的背影 早已烙印在他的灵魂里 回来 太须古龙和叶晨纷纷出手 将其拉了回来 这次并非怨念 侵蚀心神的幻象 子萱轻语道 也看着那道背对着他们的人影 它是真实存在的 那是我父皇 萧晨眸中 已经浸出了热泪 时隔无尽岁月 再见那道背影 让他泣不成声 小心四周 叶晨提醒道 第一个迈步走了过去 小心翼翼地避过了来回飘过的鬼魂 不笑多时 众人才真正来到了那人的背后 萧晨已经忍不住 伸出了颤抖的手掌 轻轻触摸那道身影 然 他刚碰到那人 那人便化作了飞灰 在众人眼中 化作了飞灰 父皇 萧晨猛地踏出了防护圈 想要追回一颇飞灰 见状 叶晨一手探出 将其抓了回来 小心 这边 太须古龙和子萱纷纷出手 打出了神光 将扑来的两只鬼魂 碾成了虚无 越来越诡异了 叶晨警惕地看着四周 而他抓着的萧晨 神色也变得有些不正常 时而迷茫 时而恐惧 身躯明显在颤抖 脸色也苍白无比 无奈 他封住了萧晨的修为 哄 乍然 一声轰鸣 让众人身体一紧 目光无一例外地看向了一方 碰 哄 仔细去聆听 这样的声音接连不断 似是有人在大战 而且动静还不小 还有活人 太须古龙和叶晨他们 纷纷对视了眼 去看看 叶晨仙轮眼绽放神光 不断拨开灰蒙蒙的云雾 缓缓向着那个方向靠近 直至到了一座幽深的山谷 众人才纷纷停下了脚步 那是 地范和大楚黄烟 身躯纷纷一颤 正正地看着山谷 那里 有两道大战的身影 皆是体魄雄伟 皆有皇者之姿 父皇 父皇 地范和大楚黄烟一口同声 的确是天葬黄和楚黄 叶晨喃喃一声 因为渡天节时 他曾见过楚黄和天葬黄的道之烙印 而山谷中正在大战的两人 其容貌和楚黄 天葬黄一模一样 只是 大战的天葬黄和楚黄 乃是虚幻的两个人 或者可以说 那是一种烙印 两人 曾经在这里大战过 被十万大山记录了下来 不是一个时代的皇者 为何会相遇 还在这十万大山里开战 叶晨满眼的疑惑 诡异的 有些超出我的认知 一向无所不知的太虚古龙也皱眉了 两位皇者前后相差数万年 竟会在这里开战 他想不出缘由 还有 子萱淡淡一声 太虚古龙和叶晨再次看去 发现并非只有天葬黄和楚黄了 又有两人加入 皆是皇者 一尊是炎黄 一尊是三宗十祖陈黄 四人在混战 虽然是虚幻的画面 但却站得惊天动地 看得太虚古龙 他们都心惊肉跳了 父皇 那是父皇 这下 大楚黄烟和地范的神色也变得不正常了 神神叨叨的就如神经病一般 而且狠狠不老实的要走出防护罩 无奈 太虚古龙和子萱再次出手 将两人修为直接给封印了 看好他们 夜晨干咳了一声 看向了还算清醒的周天翼和千商月 七位皇者后裔 走到这里 已经有五个变得神神叨叨 家疯疯癫癫了 夜晨神情有些奇怪 若是连周天翼和千商月他们 也变得如南明玉树他们一样 这出去之后 大楚皇者的那些老家伙们 会不会集体找他来算账 离开这里 收回了目光 夜晨当即转身 不能再在这个山谷带来 要是东皇和月皇也出现 保不齐周天翼和千商月 也会当场变得如南明玉树他们一样 又是不断深入 这一路 还算有惊无险 有夜晨的先轮眼开道 可提前避开危险 南明玉树他们 依旧疯疯癫癫 周天翼和千商月还算清醒 一步步跟随 警惕地看着四周 我来过这里 半个时辰之后 夜晨驻足了 看着远方 依稀可见 那里还有邪灵再来回飘动 当年那就是在这里 与南明玉树失散的 也是在这里 他阴差阳错 遇到了炎黄第九十八代圣主中年 传承了炎黄圣物悬仓玉界 好强大的邪灵 太须古龙皱着眉头说道 生前皆是盖世强者 总是怨念 邪念和恶念 也并非一般人可以抗衡 子萱轻语道 这里的念力尤为浓厚 邪灵自然强大 蒙上死气 可隔绝契机 夜晨挥手将死人之气 洒满了防护罩 几人再次离开 绕过了这邪灵极具之地 走上了一条幽静的小道 小道两侧 亦有植物 但却都是漆黑色的 萦绕着灰蒙蒙的死气 岁月因是很久远了 树藤都垂落在地了 时而可见几颗 其上还沾染着未曾干枯的鲜血 走了近一个时辰 众人才走出了幽静小道 刚刚走出来 众人便正在了那里 因为他们又见一人 正坐在一颗巨树之下刻木雕 父皇 这次换周天翼了 身体在打仗 眸中亦有泪光闪烁 得 我还是先封印你吧 太须古龙很自觉 一道封印拍在了周天翼的身后 如南明玉树和萧辰他们一样 当看到东皇的幻象之后 周天翼也开始变得神神叨叨的 夜晨摸了摸鼻尖 看向了唯一一个 还保持着清醒的千上月 千上月一笑 若我也如他们一样 尽可封印我 有你这句话 我就放心了 夜晨干咳了一声 好强大的一杆大忌 两人谈话之际 太须古龙惊叹了一声 目不斜视地盯着一座漆黑岩壁 岩壁上鞋插鞋插在一杆战绩 这里的东西动不得 夜晨拍了拍太须古龙的肩膀 已经挪动了脚步 然 他刚刚走出一步 便又下意识地回头了 也如太须古龙一般 盯住了那一杆大忌 那大忌 看着这么面熟呢 夜晨喃喃了一声 好像在哪见过 本章完 第1002章 麒麟角到手 小说 先武帝尊 作者 六戒三道 你看哪个宝贝不面熟 太须古龙白了夜晨一眼 不对 我真的见过 夜晨死死盯着那杆大忌 心神恍惚之间 他脑海中 四若浮现出一幅支离破碎的画面 那是一尊八荒战神 手里握的就是与之一模一样的战绩 便是用那战绩 斩了一尊盖世魔神 看着看着 夜晨突赶神海温明 让他下意识地抱住了自己的头颅 剧烈的疼痛 让他忍不住地闷哼 他的神志和记忆 有些错乱了 那八荒战神的背影 在其脑海中 变得时而清晰 时而模糊 唯一一个让他感觉到极其清楚的记忆便是 那八荒战神 背负着一个疲惫不堪的女子 一步步 踏着虚天远去 背影是无比的萧瑟 夜晨眼眸血红 竭尽全力去捕捉那画面 看到那被背着的女子的面容 东皇太心 夜晨砰的一声跪在了地上 神色更显痛苦 脸色也随之苍白无比 我说 你呀可别扯淡 见夜晨如此 太虚古荣不由地骂了一句 这十万大山危机重重 他们还须夜晨的六道仙轮眼开路 这若是夜晨也变得疯疯癫癫 那前路可就堪忧了 时刻都有葬身在这里的危险 子萱已经出手 一直点在了夜晨眉心 这下 夜晨才逐渐恢复了清明 脸上痛苦神色缓缓消散 呼 恢复了清明 夜晨剧烈地喘着粗气 那支离琐碎的画面又消散了 怎么想都想不起来了 那宝贝不是我们可以染指的 太虚古荣再次骂道 提起夜晨便走 可不能再让夜晨去看那战绩 弄不好 夜晨真会疯了 我一定见过 纵然被拖着离开 但夜晨已经死死盯着那桿战绩 咦 麒麟角 正想间 太虚古荣突兀一声 麒麟角 哪呢 夜晨慌忙收回了目光 顺着太虚古荣目光看了过去 瞅见眉 那便是麒麟角 太虚古荣指了指远方 那是一堆枯骨 枯骨之中 有一节仿若树叉的东西 直到此刻 还闪着微弱之光 真是麒麟角 夜晨看得双眸发亮 确定无疑 太虚古荣悠悠一声 却是满嘴的唏嘘扎舌 还是麒麟皇族的海骨和麒麟角 古老岁月 这里到底经历了何种等级的混战 连一尊皇族麒麟都陨落了 有大地参战 真是造化 夜晨眸光异矣 已经抬起了脚掌 有邪灵在周围 子萱拦住了他 夜晨豁然驻足 方才看到麒麟角周围 有一只只形态扭曲的邪灵 飘来飘去 正 太虚古龙翻手取出了一把杀剑 插在了脚下 继而 他单手结印 施展了秘书 一天换地 旋即 脚下的杀剑和不远处的麒麟角 交换了位置 这秘书不错 夜晨笑了笑 就要伸手去触摸 却被子萱先一步拿去 子萱手法极快 灰手洒出一片神光 抹掉了麒麟角上 萦绕的灰色气 这才将其递给了夜晨 多谢 夜晨接过 麒麟角之上 还有温热之感 有暗淡之光环绕 许是岁月太久了 风化了不少 其内只残留了一丝麒麟的血脉 够了 够了 夜晨狠狠吸了一口气 炼制天际丹的材料 因为这麒麟角到手 才算是真正极奇了 此番出去 他便能与丹臣着手炼制天际丹了 收了麒麟角 众人再次上路 接下来很长一段路 便是成堆成堆的枯骨 并非是人类修饰的 它们各个体型庞大 看其形态 其中不乏有龙族的骸骨 而且数量还不少 太虚骨龙不断出手 将那些骸骨 收到除物袋中 身为曾经太虚骨龙至尊的一丝残魂 对龙的骸骨 它是有几分亲切的 此刻 众人驻足在了一面干裂的岩壁之前 其上刻满了文字 仔细您看 乃是一首诗 而且是一首极其悲凉哀伤的诗 对于这首诗 太虚骨龙或许不知 子轩或许不知 千商月或许也不知 但夜晨却是极为熟悉 因为他不止一次地见过 乃是红尘所写 红尘 你果然来过十万大山 夜晨喃喃了一声 他不知红尘为何在很多地方 刻下了这首诗 但值得肯定的是 这首诗该是藏着一个悲凉的故事 母皇 夜晨 太虚骨龙和子轩 正看岩壁之时 唯一一个保持清醒的皇者后裔千商月 突兀地叫出了一声 满含泪光的美眸 看着一个方向 闻言 三人纷纷自言毙之上收回了目光 看向了千商月所看的地方 这一看 让三人眼眸纷纷一眯 那迷蒙的灰色云雾之中 一道倩影翩然而立 虽是虚幻 却是风华绝代 有盖世之姿 就如一尊哲仙一般 乃是大楚皇者 月皇 对于这些 夜晨他们倒是见怪不怪 因为之前 他们已经见过诸多皇者幻想 但这一次的月皇却是不同 他在对着他们笑 哦不对 更准确来说 是对着千商月笑 一双美眸 就那么看着千商月 没有丝毫威严 就是一个和蔼的母亲 不是魂魄 可为何 夜晨看得有些发浪 是灵魂烙印 太须古龙晨音一声 西年月皇的确来过这里 也算到自己的女儿会来这里找她 这才留下了灵魂烙印 大楚皇者都曾出现在这里 匪夷所思 子萱一边封了千商月 一边喃喃一声 该不会是西年的皇者们 也参与了古老的大战 并不是 太须古龙悠悠说道 早在楚皇时代之前 这十万大山便已然存在 那就想不通了 夜晨满眼疑惑 大楚九皇都来过这里 难不成这里是他们的葬身地 其他我不知 但玄晨绝不是葬在这里的 太须古龙再次开口 我是亲眼看着他作画的 已是之人 怎会再来这十万大山 有人 是活物 两人交谈之时 子萱突兀的一声 闻言 夜晨和太须古龙 纷纷看向了一方 一个紫袍之人头 悬着一颗血色宝塔 一路摸索而来 许是挥晤迷蒙 又有战死之人的怨念阻隔 以至于只相隔了几十丈 那紫袍人都并未发现他们 他一路环视着四方 甚是警惕 似是在寻找什么东西似的 是他 紫萱美眸 闪过一道神光 看你这神色 该是你与红尘追杀那人 夜晨也盯着那个方向 没有仙伦眼开道 竟然能走到这里 太须古龙 眉头微皱着 他有混沌眼 紫萱倒出了一则秘星 但只是混沌眼的一丝本源 并非真正的混沌眼 这一点 与降临在南楚的那个黑袍人 倒是有几分相似 太须古龙沉吟道 如此看来 这世间已有人觉醒了 那逆天之眼 无论是降临在南楚的黑袍人 亦或者降临在北楚的紫袍人 他们身负的混沌眼本源 皆是船子那个 觉醒混沌眼之人 他来这里做什么 夜晨眼眸微眯了一下 无论来此做什么 他都必须死 紫萱声音冰冷 许是感觉到紫袍人溢出的 让他厌恶的气息 这才杀气肆意 第一次打配合 不知可有默契 太须古龙悠悠一声 将一把杀剑插在了一帐外 至尊间的默契 是先天的 紫萱说着 单手掐动了手印 移天换地 顿时 空间震荡 一帐外的杀剑顺势消失 而几十帐外的紫袍人 当场被置换了过来 出现在那杀剑之前消失的地方 距离太须古龙 只有一帐而已 你们 被稀里糊涂置唤过来 紫袍人顿时一惊 豁然一步顿走 但他还是慢了 被太须古龙一剑 斩落了半个躯体 又被夜尘一剑 冻穿了胸膛 该死 被打了一个搓手不及 紫袍人震怒 再次挪移出去 却是好巧不巧地 撞在了一把鞋插在地上的杀剑上 杀剑翁名 骑上萦绕的黑色气肆虐 紫袍人身体沾染 那黑色气顿时崩裂开来 死 此一幕 看得夜尘头皮发麻 那把剑 不知再插在地上多久岁月了 骑上环绕的杀气太强 也只是沾染了一下 便让紫袍人受了重创 震惊间 太须古龙和子萱 已经各自顶着一尊天境法器杀了过去 两大至尊的残魂 配合的确默契 先前差点绝杀了紫袍人 奈何紫袍人通天彻地 饶是两人合力外加夜尘一剑 都没能斩灭他 以此看来 紫萱和红尘联手 都没能拿下的人 的确不是说说那么简单 哄 碰 哄 大战顺势开启 前后三次受重创的紫袍人 依旧恐怖无比 被斩灭的半个躯体已经复原 一人单挑太须古龙和子萱 虽然落下风 却是让夜尘骇然不已 要知道 太须古龙和子萱的战力 在如今的大处 可算是数一数二的了 紫袍人纵死 也足以自傲了 夜尘静静看着 并未离开 因为他需要守护皇者后裔们 他们一个比一个神神叨叨 一个比一个疯疯癫癫 他若参战 在这凶险无比的十万大山之中 他们随时都有危险 是你们逼我的 被打得无力翻身的紫袍人 怒吼一声 当即喷出了一股漆黑血气 顿然 这片天地的迷蒙挥晤震荡了 开始汹涌 靠 夜尘忍不住的大骂 因为紫袍人那一股漆黑血气 诡异无比 招来了四周的邪灵 而且数量庞大 看得他头皮发麻 本章完 第1003章 邪灵为杀 小说 先武帝尊 作者 六界三道 该死 太须古龙和子萱 纷纷撤了回来 以夜尘一人之力 纵然有九尊天境法器护体 也难对抗这么多强大的邪灵 走 夜尘在前开道 手持赤销剑 升披了一只铺上来的邪灵 太须古龙和子萱也纷纷手持杀剑 将铺上来的邪灵斩灭 丝毫不敢停留 再看不远处的紫袍人 也陷入了邪灵的围杀 纵然是他的战力和神通 也是狼狈不堪 在努力冲杀 各种神通不断 扫了一片有一片邪灵 哼 碰 哼 幽济的十万大山 因为他们变得很不平静 雾名声哀嚎声此起彼伏 越来越多的邪灵显现 自四方为来 形态各异 面目凶宁 一天换地 紫萱动了秘术 将众人与对面一座巨石 置换了空间 躲过了一波邪灵为沙 一天换地 太须古龙接续秘术 带着众人再次置换空间 停 夜沉一声大喝 但还是晚了 太须古龙这次一天换地 让他们步入了一个危险的境地 那是一片黑色的焦土 骑上横七竖八插着的 全是古老的兵器 还有战死之人的骸骨 他们的怨念 邪念 恶念和杀气 凝聚成了一股强大的威压 众人刚刚步入 便被压得身形一阵裂减 邪灵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一只一只地幻化了出来 有人是生前的模样 有人是不规则的扭曲形态 值得一说的是 他们都异常地强大 太须龙戒 太须古龙单手结印 聚成了太须牢笼 但并未是对敌 而是将众人笼罩在内 当作防御 然 邪灵很诡异 直接无视太须牢笼 扑杀了进来 子轩小动用一天换地 置换空间 但却未能成功 因为这片土地的威压太强 空间都成了混乱之地 贸然置换空间 众人很可能被混乱空间当场碾灭 硬闯 太须古龙气势吞天 手持太须龙剑挡住了左边邪灵 子轩手握紫色神剑挡住了右边邪灵 而叶辰便守着一群神志不清的皇者后裔 待到杀出 饶氏太须古龙和子轩的战力都血骨淋漓了 两人都遭受了重创 这还不是最棘手的 最棘手的是 他们刚刚从那凶险之地杀出 那凶险之地中便有黑气急剧 凝成了两道人影 一尊乃是手持战斧的无头之人 一尊乃是手握战矛的怪物 比起那邪灵 他们强了太多 待他们离开 太须古龙挡住了那手持战斧的无头之人 子轩挡住了那手握战矛的怪物 大战顿时开启 强如子轩和太须古龙 竟然被两个诡异的人压制 该死 叶辰一声暗骂 却没有上前参战 而是卷着皇者后裔直奔山外而去 很快 邪灵扑了上来 而且数量还不小 滚 叶辰一声冷哼 一剑斩杀了一头邪灵 挥手一掌 碾灭了第二只邪灵 给我镇压 邪灵太多 而且个个极强 让叶辰不得不欲动天境法器 扫出了神盲 成片成片的邪灵化作飞灰 但却又有成片成片的邪灵围上来 扑 叶辰受创了 无意间碰到了一具骸骨 其上萦绕的杀器 在其胜躯之上 划出了一道血壳 那黑色的杀器 急速化解着他的精气 让伤口不得愈合 不 邪灵再次围杀而至 乌豪声如魔咒 让叶辰神海翁鸣 若非有丹祖龙魂镇压怨念 叶辰瞬间都可能失守 身后 太虚古龙和子萱且战且走 那手持战斧的无头之人 和那手持战矛的怪物 被打散了 竟然瞬间重聚了 两人打得甚是艰难 见状 叶辰灵机一动 似是想到了什么 顿时 他豁然驻足 口中吐露了大日 如来尽是咒 安 妈 那 巴 摸 哦 古老又雄浑的佛音响彻 夹杂着叶辰的修为之力 和灵魂之力 让围上来的邪灵 纷纷抱住了头颅 乌豪声更盛 痛苦的身形扭曲 有谢 叶辰眸光雪亮 一边念诵着大日 如来尽是咒 一边不断向外冲去 太虚古龙健壮 也动了大日 如来尽是咒 此佛家神通 乃他传授给叶辰的 他自然也会 然 让他淡疼的是 这佛家尽是咒 对邪灵管用 对那手持战矛的无头之人 和那手持战矛的怪物 却是丝毫不起作用 反而还激起了他们的凶性 功法更是猛烈 你姥姥的 太虚古龙 慌忙停滞了念诵佛音 与子轩配合 施展一天换地的秘书 尽量替叶辰拖延时间 这边 紫袍人也有同样的遭遇 亦是黑色杀气 怨念 恶念和邪念凝聚的 乃是一个手握战戈的古老修士 打得他狼狈不堪 前方 夜晨念诵佛音 一路横冲直撞 避开了诸多危险 让邪灵不敢上前 他的肆无忌惮 似是惹的十万大山 禁忌存在 一片死亡之地 黑色气汹涌 剧成了一个手握杀剑的古老修士 一剑差点劈的防护罩崩裂 夜晨遭受了反震 当场喷出鲜血 八荒 夜晨手握血灵神刀 九道八荒斩 瞬间合一 将那古老修士 一刀斩灭 但下一秒 那古老修士 便再次幻化人形 速度之快 让夜晨骇然 天照 夜晨想都未想 直接开了天照 旋即 那古老修士之上 便燃起了黑色的火焰 可燃烧着燃烧着 天照火焰就熄灭了 夜晨也淡疼了 显之又显地避过了古老修士一剑 带着众人挪移了出去 被邪灵围住 被他一剑展开一个窝口 突围而出 古老修士提剑杀来 一剑 足有蔑氏之威 批的防护罩裂开 诸多天境法器的神光都暗淡了 逼我 夜晨抹掉了嘴角鲜血 仙轮印记转动 要施展天道 带众人去空间 黑洞暂壁 只是让他更为淡疼的是 一向无往不利的天道 竟然在此无效 被十万大山一股神秘的力量压制 非一旦没能成功 反而让他反噬地吐血 正 古老修士一剑展来 防护罩崩裂 夜晨整个人都横飞了出去 一天换地 危急时刻 几百丈之外的太须古龙和子轩 纷纷动了一天换地秘书 将那追杀夜晨的古老修士 挪到了远方 走 太须古龙一声呼喝 夜晨慌忙起身 再次催动诸多天境法器 卷着皇者后裔疯狂顿走 身后 那被挪移出去的古老修士 一步跨越追杀而来 得亏他不会施展秘书神通 不然以夜晨的战礼 多半要交代在这十万大山 哄 碰 十万大山变得甚是不平静 夜晨被追杀 太须古龙被追杀 子轩被追杀 那紫袍人也被追杀 到处可见的皆是邪灵 战死之人的邪念 怨念和恶念 似是找到了宣泄口一般 要把夜晨等人吞灭在这里 一切活物 皆不能活 本章完 第1004章 神王大战子袍人 小说 先武帝尊 作者 六戒三道 夜漆黑 风凛冽 诡异阴森的十万大山中 夜晨跌跌撞撞跑了出来 他伤得极重 一条手臂被撕裂 前胸被剖开 露出了跳动的心脏 一根根灿灿筋骨清晰可见 浑身上下 已是满是沾染着杀气的伤痕 体无完肤 扑 一口鲜血喷出 他扑通一声 半跪在了地上 他身侧 七个皇者后裔 也都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剧烈地喘着粗气 他们倒是安然无恙 一个个浑身无伤痕 就是因为护佑他们 夜晨才被打得如此凄惨 若夜晨也是孤身一人 近况必定比现在好得多 发生了什么 萧尘清醒过来 狠狠地揉着眉心 好像做了一场梦 这事呢 我们不是在十万大山吗 我丢失的魂 回来了 南明玉树愣了一下 正正地看着自己的双手 三五秒之后 面面相去的众人 目光这才很一致地 看向了半跪在地上的夜晨 相比他们的安然无恙 夜晨整个都已不见了人形 这 众人纷纷张了张嘴 看着如此凄惨的夜晨 他们似是想到了 十万大山里发生的种种 惊喜不 夜晨抹掉了嘴角鲜血 看着众人 一边又动用道泽和血脉之力 镇压在体内肆虐的杀气 惊 惊喜 众人神色变得奇怪 既然想起了十万大山里的事情 他们也自然想到了 自己是是怎么出来的 若非夜晨拼死护佑 他们或许早葬身十万大山了 堂堂皇者后裔 进去十万大山之后 竟然成为了别人的一大累赘 能不尴尬 帮忙啊 看着一群皇者后裔 夜晨一脸的美好气 啊 啊 众人纷纷上前 将手掌放在了夜晨肩膀 用精纯的血脉之力和道泽 帮夜晨一同镇压他体内的杀气 三个时辰之后 众人才纷纷收了手掌 夜晨盘膝而坐 闭目调膝 而一帮皇者后裔 目光又挪向了十万大山 在十万大山里的一幕幕 此刻变得甚是清晰 他们看到了太多不可思议的事情 更加看到了自己的父皇或母皇 但那些都只是灵魂烙印罢了 他们漠然了 看到皇者留下的灵魂烙印 也算失了一桩心事 呼 夜晨吐出了一口浊气 翻身跳了起来 取出了九州神图 环看着四周 与进去时的入口 前后错了八十多万里 夜晨沉吟一声 八十万里 众人一愣 十万大山诡异无比 强大的杀气 怨念 邪念 恶念 交织在一起 滋生出一种 可让空间错位的力量 夜晨似懂非懂地解释道 新年我与南明玉树第一次进来 同样的出口 前后错了几十万里 这次更离谱啊 南明玉树皱了皱眉头 那个女前辈 和太虚古龙呢 等等吧 夜晨深吸一口气 看向了十万大山 眸中还有隐隐的担忧之色 虽然他很相信 子轩和太虚古龙的战力 曾经至尊的一缕残魂 他们的保命手段多的是 但十万大山可是大凶之地 任何危机都有可能发生 他很清楚 那邪灵有多强大 而且数量多的 让人头皮发麻 那种情况下 太虚古龙和子轩又如何 有人出来 众人等待之时 消沉赫然一声 话未落 众人便见 一道紫色神芒 射出了十万大山 是他 夜晨一眼 便认出了是何人 可不就是那个紫袍人吗 紫袍人虽然冲出了十万大山 但形态却是狼狈不堪 比之之前的夜晨 也好不到哪里去 浑身萦绕着黑色的杀气 割裂着他的身体 来走 夜晨一步登天 还未等紫袍人 稳住身形 临天便是九道合一的八荒斩 紫袍人又被干了一个搓手不及 仓促之间抬手格挡 却被夜晨一刀劈的猎且 险些跌落虚天 找死 紫袍人面目猙獰 一只眼混混顿顿 一只眼空洞洞的没有眼珠 配合那血肉模糊的脸庞 在这黑夜之下 他就真如一个不折不可的恶魔 紫袍人出手 一掌遮天 压向夜晨 给我开 夜晨再次轮刀 劈开了那遮天掌印 皇者后裔杀上前 各个投悬天境法器 绽放了天境神威 紫袍人差点当场被打爆 滚 紫袍人震怒 撑开了压制 如一道神盲划过天际 如今他是重伤 面对夜晨八人 外加九尊天境法器 饶势他的战礼 也不得不暂避锋芒 留下 夜晨一步错的成寸追杀了过去 趁他并要他命的道理 他还是懂的 紫袍人的 比昔日降临在南楚的黑袍人更诡异 前后被紫萱和红尘不止一次的追杀 都还活蹦乱跳 在十万大山 又先后躲过了紫萱和太虚古龙的联合绝杀 如此战力 用屁股 想都知道他不是一般人 这样一个敌人 如幽灵一般 此刻不灭他 于这大楚而言 早晚是祸端 哄 碰 哄 寂静的夜 掀起了不小的动静 紫袍人身法诡异 夜尘紧跟其后 在后面便是皇者后裔 三方一追一逃 杀入了一片无边无际的海域 因为他们的杀入 平静的海面 顿时掀起了惊涛骇浪 此不量力 最前方 紫袍人往后瞥了一眼 脸上满是争鸣色 若非他重伤在上 岂会如此狼狈 身后 夜尘燃烧了晶圆 疯狂地施展着错地成寸 但饶是如此 他还是拉下紫袍人一大截 哄 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时 前方传来了轰鸣声 由万丈骇浪掀起 卷着横贯古今的杀气 肆虐在天地间 让整个海平面都冻成了冰渣 好强大的杀气 夜尘等人豁然驻足 神色骇然地看着前方 扑 顺时 逃顿在前的紫袍人倒飞了过来 被斩落了一条手臂 狂吐着鲜血 碰 碰 碰 须天震荡 缓慢而有节奏 仔细去聆听那声响 才发现 乃是人走路的声音 因为身体沉重如山月 才会踏得虚天一阵阵轰鸣 很快 一道模糊的人影 映入众人眼帘 但也仅仅只是 一道模糊的人影 神旋风 夜尘等人一愣 才知重创紫袍人的 竟然是神王神旋风 这让他们很是意外 又是你 紫袍人咬牙切齿地看着神旋风 听其话语的意思 他是见过神旋风的 而且与神旋风 还有不小的过节 这让夜尘他们 更是一头雾水 正 只闻天地见之争鸣 神旋风 豁然消失了 紫袍人色变 顺时挪移 横渡了出去 但几倍 还是被神旋风一剑 劈出了一道血贺 非雷神诀在神王手中 才是真正的霸绝无双 但紫袍人似是知道 死神通的霸道 竟然躲过了神王的绝杀 仅此一点 就让夜尘他们心惊 你当真要不死不休吗 紫袍人雷霆震怒 漫天逃顿 不止一次地吐血 也不知是被伤的 还是被弃的 自从他降临这北楚 大部分时间 基本都是狼狈的状态 被红尘追杀 被子轩追杀 被太虚古龙追杀 如今又被神王神旋风追杀 好似 他天生就是一个倒霉孩子 与大厨几大巅峰强者都有恩怨 但凡见到他的人 无论是红尘 子轩 亦或者是太虚古龙和神王 二话不说 都是直接开干的 然 对于紫袍人的怒吼 神旋风一语不发 身如幽灵 让人捕捉到不到神意 值得一说的是 他每次出现 紫袍人都会受创 飞雷神爵的霸道 叶辰再次见识到 但紫袍人的抗打 也是他见过的最吊的一个 但不知为何 看着那忽隐忽现的神王神旋风 叶辰突感 有一种异常熟悉的感觉 要帮忙吗 看着斗得惊天动地的神王和紫袍人 萧辰环视了一眼众人 风筑四方诸天 叶辰沉吟一声 他的话语让几大皇者后裔眼眸纷纷一眯 好似知道叶辰话语中所代表的意思 这是要把紫袍人连带着神王神旋风一块留在这里啊 不过想想也对 他们虽不知神王和紫袍人有何恩怨 但与他们都是敌对的 九尊天境法器纷纷升天 镇守了天地九方 聚成了一道庞大的牢笼 将神王和紫袍人都困在了里面 然 庞大牢笼刚刚凝聚 一道七彩神光便飞入其中 化作了一道倩影 那是一个白衣白发女子 通体萦绕七彩神侠 一张诡异的白色面具蒙着她的脸颊 手里还握着一把七彩的神剑 她就如上苍下凡的神女一般 风华绝代 见到此女 叶辰双眸猛的一眯 白衣白发白色面具 手持一把七彩神剑 不知又为何 看着她 也亦有一种说不清到不明的熟悉感 前辈 可曾是她 叶辰看向了身侧的地方 我在天葬古城见到的白发女子 是她无疑 地范轻轻点头 只听你的传说 今日得见真人了 叶辰冷冷一声 死死盯着 那那手持七彩神剑的白发女子 就是她斩了她的仪器化三清道身 她甚至怀疑 她的鲜火道身和天道道身 也是这白发女子给斩的 神王一对二了 龙腾开口了 那女子是什么来历 好强大 千商月喃喃一声 玉手紧钻 神色担忧地 看着神王神玄风 叶辰被惊醒 看向了不远处 那手持七彩神剑的白发女子 乃是与紫袍人士一伙的 刚刚杀进来 便抹掉了神王烙印在那方天地的时空印记 本章完 第1005章 与敌并肩作战 小说 仙武帝尊 作者 六戒三道 轰 碰 骇浪滔天的海面上 轰隆声震天动地 天境法器凝聚的牢笼之中 神玄风以一敌二 盖世的他 被白发女子和紫袍人压制了 白发女子似是很了解神王 也似是知晓飞雷神爵的命门 所以从杀进来之后 便抹掉了那片天地的时空印记 让神王处处受制 而且他手中的七彩神剑当真是一尊盖世神兵 神王被斩中 伤口竟然不愈合 而且频频让神王吐血 那便是龙爷空中的诸仙剑吗 叶辰死死盯着那把七彩的神剑 六道仙伦眼第一次不经召唤的自行运转本源 剧烈地颤动着 似是遭遇了大敌一般 Soul 叶辰储物带中 那残破的地绝也不禁召唤飞了出来 嗡嗡颤动着 有地道法则在运转 残破地绝乃是曾经一尊地兵上镶嵌的古域 而那尊地兵便是被诸仙剑斩断了的 这或许就是地绝如此激动的原因 他在敌视诸仙剑 无论是诸仙剑意或者是地绝 必定都受大楚神秘力量的压制 叶辰喃喃一声 不然能斩断地兵的诸仙剑 一剑便足以斩灭神旋风 还好有大楚神秘力量压制 不然手持诸仙剑的他 大楚谁人能挡 叶辰狠狠地吸了一口气 神王的神情有些奇怪啊 叶辰沉吟之时 龙腾诧异了一声 的确奇怪 眸光木认 空洞无神 你们可曾发现 神王面对那白发女子之时 眸中还闪现一丝莫名的迷茫之色 那些不重要 周天翼沉吟一声 重要的是 神王为何出现在这里 他为何敌对紫袍人 那白发女子是谁 与紫袍人又有什么关系 的确 周天翼的疑惑 也是众人的疑惑 他们想不明白 其中到底有什么关联 老大 众人思索间 一道试探性的声音 自身后传来了 一男一女 已经滑天而来 仔细一看 乃是星辰道深 和星月圣女 我就说嘛 热闹的地方 总会有你 星辰道深从天而落 还不忘露出了两排洁白的牙齿 你为何在此 叶辰看了一眼星月圣女 目光又落在了星辰道深身上 杜蜜月 星辰道深 语重心长地说了一句 听说十万大山风景很妙 俺们跑过来看看 逛着逛着 便闻这里有干价的动静 机智的我 这不就过了来了 去班救兵 夜晨沉生一句 天庭准天境 修为的强者 全都给我拉过来 看看 又嘀咕我了 不是 星辰道深 咧嘴一笑 早就传讯回去了 那就速速离开这里 别啊 难得一见的盛况 我不走 星辰道深摇头晃脑地 看向了战圈 那就是神王神玄风吧 要不咋说是神王呢 真不是一般的拉风 我就说 跟他有缘吧 左个儿 我还梦到他了呢 要说也是 这丝死皮赖脸的立在那里 而且还是 一个画牢 看得诸位皇者后裔 都不由得侧目了 不过这一筹可不要紧 众人的眼眸 纷纷微眯了一下 斩断了与本尊的联系 自由人 众人纷纷对视一眼 又满眼深意地 看向了夜晨 心中颇为震惊 本尊竟然给了道深自由身 这是需要多大的魄力啊 不对不对 这边 星辰道深摸着下巴 有些疑惑地 看着神玄风 什么不对 星月圣女 侧手问道 不知咋回事 看着神玄风 我总有一种 一种奇怪的感觉 好巧 我也是 星月圣女 轻语一声 你也是 星辰道深愣了一下 是啥个感觉 说不上来 星月圣女 看向了神王 我总感觉 好似在哪里见过他 真巧 我也一样 两人说着 纷纷看向了不远处 神色奇怪地 看着神王 神玄风 恰巧 以一叠二的神玄风 也看了过来 与星辰道深 星月圣女的目光 有一瞬的交错 当场 神玄风眸中 闪过了一抹迷茫之色 就连灰起的杀剑 也顿了那么一瞬 然 就是这么一瞬 紫袍人一指幽芒 洞穿了他的胸膛 那白衣女子挥剑 在其几倍 斩出了一道深深的雪鹤 依稀可见 还有森森白骨暴露 玄风 让众人愕然的是 立在他们身侧的千商月 一步走进了牢笼之中 与神玄风 一同对抗紫袍人 和白发女子 时 什么情况 这一幕 看得皇者后裔们 一头问好 连绳子都不带了 直接叫玄风了 这感觉怎么那么怪呢 只是 他们如何知道 月皇之女千商月 早在万古前 便将神王的身影 刻在了灵魂里 悠悠岁月 沧海桑田 那道身影 都不曾被抹去 或许 直到此刻 叶辰等人才真正明白 千商月心中 藏着的惊天秘心 皇者后裔千商月 爱上的人 却是西年差点 绝杀他母皇的神玄风 这样的秘心 听起来或许有些荒谬 但这便是事实 所谓的情 早已跨越了世间 所以界限 哪怕是不死不休的大敌 都无法阻隔 碰 千商月杀入 替神玄风挡住了紫袍人 虽然战力与紫袍人差距不小 但的确给神玄风减轻了压力 封锁诸天 叶辰给周天义等人留下一句话之后 便翻手 取出了赤霄剑 也杀入了战圈之中 与神玄风一起对抗的白发女子 此一幕 看得皇者后裔们 有些恍惚 天庭圣主 神朝神王乃是当时的大敌 此刻竟然并肩对抗的白发女子 这个画面 看着让人感慨 你到底是谁 叶辰展出了惊世一剑 传音给了身侧的神玄风 这是他一直以来的疑惑 与自己长得一模一样 这样的巧合 说出去傻子都不信 然 对于叶辰的问题 神王神玄风并未有丝毫作答 神玄风的神情木讷 双目空洞 眸中时而会流露出一丝迷茫 这一点像极了红尘 你又是谁 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 叶辰盯住了对面的白发女子 为何斩我道身 然 对于他的问题 白发女子也如神玄风一样 莫不作答 只是不断挥动手中诸仙剑 斩出毁天灭地的七彩剑王 让叶辰和神玄风都不敢硬扛 值得一说的是 白发女子的神色之中也流露出了一丝迷茫 双目时而空洞 时而木讷 还是不得不说的是 无论是看着白发女子 神玄风 亦或者是昔日的红尘 叶辰心中都有一种不可言喻的熟悉感 本章完 第1006章 天地禁止 小说 仙武帝尊 作者 六界三道 你到底是谁 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 叶辰公事更为凶猛 他厌恶那种被迷雾蒙蔽的感觉 然 白发女子依旧不语 手中七彩神剑颤鸣 一剑斩出 可断星河 神伤 叶辰一声冷斥 眉心射出神芒 要斩灭白发女子的灵魂真身 白发女子神情淡漠 眉心有一缕霞光射出 七彩绚丽 油若彩虹 叶辰那神伤一击 被那七彩霞光碾碎 正 神玄丰杀志 飞雷神爵霸道无双 顺身杀志 一剑斩出 白发女子似早有预料 轻松躲过 金银玉手抬起 掌心竟有日月星辰幻化 一掌将神玄丰推出上百丈 盖世的神王 躯体都裂开了 死 萧辰等人见状 倒抽冷气 神玄丰已是通天彻地之辈 竟被白发女子 一掌打得吐血 他们想象不到 那白女子到底有多强 又到底是何方神圣 万剑封神 叶辰杀志 万剑皈翼 与封神爵 瞬间合为一剑 威力堪称摧枯拉朽 可洞穿世间一切 白发女子单手掐绝 身前七彩霞光飞翼 幻化成一面绚丽神境 铿呛 叶辰巅峰一剑 刺到神境之上 擦出了火花 却并未将其破开 白发女子抬手 咬指叶辰 一指七彩幽芒 悄无声息 叶辰神色一领 仙伦天道运转 黑色漩涡成线 吞了那七彩幽芒 此一瞬间 白衣女子挥动朱仙剑 展出了一片仙河 叶辰当场被劈的横飞出去 神王杀志 顺身无影 一剑无匹 在白发女子身上 斩出一道血鹤 但那道伤口 却是瞬间复原 让萧辰等人又一次骇然 八荒 叶辰缩地成寸 九道八荒拳 瞬间合一 一拳轰穿了须天 白发女子精英玉手拍出 融合了上百种变化 乃是一宗看起普通 却是威力强横的一掌 叶辰再次被震退 拳骨都碎裂了 白衣女子身法诡异 如梦似幻 震退了神王 一剑斩向了叶辰 叶辰色变 那是锁定她的一剑 且不说那一剑的威力 仅仅是威压 便让其行动受束缚 带到她一步挪移 却依旧被诸仙剑斩中 破 当场 强大的身躯之上 显现到了一道血鹤 伤口处还有七彩幽光萦绕 化解着她的精气 使得伤口不得愈合 杀气侵入体内 肆意破坏着她的道根 至此 她才真正确定 白发女子 就是斩她三尊道身之人 因为每一尊道身被斩 她这个本尊 皆会受到反噬 那种诡异又神秘的力量 如现在一般 乃是一模一样 破 破 神王出手 又一次在白发女子身上 留下一道泄鹤 可她也付出了应有的代价 肩骨被白发女子一掌拍得碎裂 整条胳膊都险些被废 大战再起 斗得崩天裂地 神王神玄丰和天庭圣主叶辰 两人合力 却依旧被压制 再看另外一方 千商月开了血脉神脏 如月皇现世 与紫袍人大战在虚天之上 龙腾等人看得热血沸腾 但奈何要执掌天净法器 凝聚牢笼 无法抽身助战 至于星辰道深和星月圣女 两人亦是有心无力 那种级别的大战 并非他们可以参与 贸然冲杀进去 只会是夜晨和千商月的累赘 你确定 召唤了天庭强者 大楚黄烟瞥了一眼星辰道深 赶来这里 也是需要时间的 对于大楚黄烟的质疑 星辰道深很是不爽 那 那是什么 两人谈话间 一侧的星月圣女 玉手捂住了玉口 闻言 两人纷纷看去 才见那白发女子身后 显化了一道晴天的巨人 足有上百丈 那巨人是虚幻的 乃是一女子 七彩神侠环绕 她如梦似幻 看似立在这里 却给人一种 立在岁月长河之上的感觉 如一尊盖世女王 威压着朱天 外道法香 叶尘神色一领 眸中还有亥然之色 当即 她开了混沌世界法香 而不远处的神玄风 木讷双眸中 亦是闪过一道金芒 撑起了自己的外道法香 乃是一片血色焦土 尸骨成山 血流成河 其中还有星辰祭面 白发女子单手掐绝 她身后的晴天巨影也动了 一掌遮天盖地 拍向叶尘 那金银玉手辖光万道 绚丽无比 豁然落下 须天寸寸崩裂开来 好似这一掌 要尘世一般 但凡生灵 皆要被湮灭一般 咔嚓 咔嚓 叶尘的混沌世界 和神王的寂灭焦土法香 在那一掌之下 顺时被打破 破 破 两人纷纷吐血后退 每退一步 都会踩踏一片虚天 进 指纹白发女子欲口微张 吐露一字 这是她出现在这里 第一次开口 那一字虽冷漠 却如天籁般洞听 就四九幽先曲中 一个美妙的音符 带着无上的威严 让这八方诛天生灵 都要忍不住的贵符 惊人的一幕出现了 这苍茫天地 因为她一字吐露 瞬间定格了 骇浪不再翻滚 血雾不再弥漫 空气停滞了流动 叶尘和神王倒退的身影定格 大战的千商月和紫袍人 也都定住了 这世间一切 都在这一瞬 变得静止 这 这是什么神通 虽然被定住 但叶尘却有思绪 眼中骇然而震惊 时间 在此一瞬定格 所有事物都是静止的 然 施术者的白发女子 却不受 这逆天神通的束缚 她一步步走向了 神玄风和叶尘 通体的七彩霞光 也暗淡了一分 好似施展这禁忌神通 让她消耗不少 真 真 七彩神剑争鸣 成为这世间唯一的声音 其上萦绕的 气财神霞虽然绚丽 却是在这冰冷杀气 给我开 给我开 叶尘内心在咆哮 如今被定住 在场所有人 皆是人案板上的鱼肉 任人宰割 可是 任她如何冲撞 也无法冲破束缚 只得眼睁睁地 看着白发女子 一箭向她刺来 一旁的神玄风 亦是如此 木讷的双眸 变得更为空洞 时而还有迷茫之色闪现 她是盖世的王 在这盖世神通之下 亦是无计可施 哇 就在此刻 叶尘左眼仙伦眼颤动 又一次不经召唤 瞳孔上的仙伦印记 自行运转 旋即 以叶尘左眼为中心 一层层波纹向外扩散 触及了定格的骇浪 骇浪恢复了行动 触及了空气 空气恢复了流动 触及了神玄风 神玄风也不再受禁止束缚 解开了 叶尘眸光闪烁 急速后退 正 白发女子一剑已经刺来 剑间距离她只有五寸而已 冰冷的杀气 却是已经破开叶尘的胜区 再快一些 叶尘眼眸血红 如一道筋芒 飞速后退 白发女子如影随形 两人速度虽不相上下 但叶尘还是弱了一筹 那朱仙剑剑间距离叶尘身体 从五寸缩小到了四寸 从四寸缩小到了三寸 从三寸缩小到了两寸 叶尘内心在咆哮 却是力不从心 朱仙剑压制了她的所有 连施展秘术的时间都没有 一旦松懈 便会当场被冻穿身体 一旦中招 多半会隐命 然 这危机时刻 一道鬼魅般的身影 顺时显现 挡在了她身前 扑 鲜血飞溅 那道身影 被朱仙剑一剑洞穿 饶尸她挡着的叶尘 也遭到余波 嗡 天地间的静止 随着这一剑瞬间解开 但 那道身影被一剑洞穿的画面 却是定格在了所有人的眼中 这 恢复行动的萧尘等人 满眼无法置信地看着 挡在叶尘身前的那人 她 是神玄风 本章完 第1007章 红尘道 小说 先武帝尊 作者 六界三道 这 看着被一剑洞穿的神玄风 萧尘等人 皆是目瞪口呆的石化在了那里 神王神玄风 竟然为救叶尘 而以身挡箭 这一举动 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 叶尘也愣了 正在了那里 她身前的神玄风 身影那那般的挺拔 如山一般坚韧 她想不通神玄风为何救她 这一切都超乎了她的意料 漠然间 她瞥见了手臂上一道古老印记 那是一道时空印记 乃是神玄风刻画 她不知神玄风是何时在她手臂上刻上了一道时空印记 但值得肯定的是 就是因为这道印记 神玄风才能顺身出现在她身前 帮她挡住了那诸仙一剑 破 天地间的禁忌 被神玄风的吐血声所打破 破 这吐血声似有回音 但仔细去看 却并非是回音 而是又有人吐血了 那吐血之人乃是星辰到身 毫无前照地喷出了一口鲜血 脸色苍白无比 星辰 星月圣女慌忙上前 星辰到身捂着胸口 神色痛苦 就好似也有一剑洞穿了她的胸膛 正 白发女子抽出了洞穿神玄风的朱仙剑 而后一步挪移出去了上百丈 正 她方才退走 一道盖世剑芒 便斩在了她先前所站的地方 出手之人 乃是一个身穿黑衣 脸带漆黑面具的人 强大无比 红尘 叶尘一眼便认出了来人 可不就是红尘血的师父 炎皇帝九十七代圣主红尘吗 哄 碰 红尘现身 便盯上了白发女子 她是一个通天彻地的人 每次出手 皆是盖世的神通 不断逼退白发女子 破 神玄风再次吐血 阳天倒了下去 被叶尘当场拖住 玄风 与紫袍人大战的千商月 一步挪移而来 将神玄风抱在了怀里 叶尘深吸一口气 豁然握剑 杀向了白发女子 与红尘并肩 一同压制她 见状 那没有千商月牵制的紫袍人 也是面目猙獰地杀了过去 要与白发女子 一起对抗叶尘和红尘 只是 她还未加入战圈 便被灵天一只金银御守仙翻了出去 都还未落地 便被一道盖世剑盲斩的血骨横飞 又有人来了 乃是太虚古龙和子萱 他们从十万大山杀了出来 而且各个身形狼狈 本想回去休养疗伤 却闻这边有大战 便先后杀来 好巧不巧地 又撞上了紫袍人那个倒霉孩子 又是你们 见识太虚古龙和子萱 紫袍人咬牙切齿 这是第几次了重伤她了 让她勃然震怒 这 这什么情况 太虚古龙瞥了一眼紫袍人 又环视了一眼战圈 叶尘和红尘 在与白发女子对战 神玄丰重伤 千商月抱着神玄丰 饶视她的睿智 当场也蒙圈了 正 她猛逼之时 子萱已经杀向了紫袍人 挠了挠头 太虚古龙也愕然地收回了目光 手握太虚龙剑杀向了紫袍人 轰 碰 轰 大战再起 有红尘 太虚古龙和子萱的助战 战局瞬间发生了逆转 大战正憨 立于战场外的星辰道身 却是稀里糊涂 跑进了战圈 星辰 星月圣女呼唤一声 却是未曾叫住星辰道身 便也跟着星辰道身进去了 回来 战场外 萧尘等人纷纷沉生一句 那并非星辰道身和星月圣女 可以随便进去的 无论是太虚古龙 紫萱和紫袍人的他们的战场 还是红尘 叶尘和白发女子的战场 任何一道余波都有可能让他们丧命 净捣乱 龙腾冷哼一声 依旧在催动着天境法器 凝聚牢笼 以防紫袍人和那白发女子逃遁出去 对于萧尘等人的呼唤 星辰道身 置若未闻 他与星月圣女 已经不分先后来到了一方 神玄丰躺在千商月怀里 口中涌血不断 他状态奇差 浑身鲜血淋漓 被白发女子绝杀一件冻穿胸膛 道则 灵魂 肉身 都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 那不是不同的一件 千商月疯狂地往其体内灌入晶圆 却是挡不住神玄丰身上 那不断湮灭的神光 神玄丰一语不言 双目空洞 神色木讷任由千商月抱着 连他自己都不知 为何会救夜晨 还替夜晨挡住了那绝杀的一件 我的心 为何这么痛 星辰道身捂着胸口 正正地看着神玄丰 我也一样 星月圣女 神色痛苦的有些迷茫 夜 夜星辰 星 星二 天 天荒地老 时始至不渝 神玄丰正正地看着星辰道身 和星月圣女 他的声音沧桑沙哑 断断续续 木讷的双眼 有过一瞬清明 正是那份清明 让他双眸都蒙上了朦胧的血泪 一句话说完 神玄丰的神情 再次变木讷 双眸又一次变得空洞 你到底是谁 星辰道身 豁然上前 眼眸血红地 看着神王 神玄丰 但对于他的问题 神玄丰的神情 更显迷茫 他是谁 此刻他已不知 魂恶的神智 让他分不清现实与虚幻 只知他眼中的天地 正逐渐变得模糊暗淡 轰 碰 轰隆 另一边 大战还在继续 崩天裂地 骇浪滔天 紫袍人不断受创 血骨淋漓 被子萱和太虚古龙 打得丝毫无翻身之力 白发女子也好不到哪去 任他通天彻地 却也难敌夜城和红尘两人攻法 先前 他接连动了两种禁忌神通 让他通体萦绕的神侠 都暗淡了很多 而且 这一次 他对战的是红尘和夜城 红尘的战力 明显在神玄风之上 仅他一人 便与白发女子不相上下 更何况还有夜城助战 血迹献剑 夜城一剑展出一片星河 一边又心惊地看了一眼身侧的红尘 上一次见他 还是在云若谷 那时的红尘便是血迹献剑的状态 如今过去了这么久 红尘竟然还在血迹献剑状态 这让他如何不心惊 要知道 血迹献剑那种不死不伤的状态 是有时间限制的 而且能开第一次 并不一定能开第二次 难道他能随意开启血迹献剑 夜城心中有这样一个猜测 这个猜测让他心惊不已 血迹献剑的状态 何等的霸道 他比任何人都清楚 昔日就是在那个不死不伤的状态 他才一人杀得千万修士 杀鱼而归 红尘若能随意开启血迹献剑 那这大处 何人还能制衡他 除了血迹献剑 夜城见红尘的神情依旧怪异 双目空洞 木讷无神 与神玄峰如出一辙 而且 对面的白发女子亦是如此 让夜城更是疑惑 这三人到底 是什么状态 神志不清吗 浑浑噩噩吗 不见说话 但却一个比一个诡异 最让他想不通的是 红尘和白发女子的关系 两人很显然不是第一次见 各自都相互忌惮 夜城思绪混乱 因为红尘的到来 因为神玄峰帮他挡了绝杀一战 让他脑海再次蒙上一层迷雾 怎么拨都拨不开 怎么想都是混沌一片 本章完 第1008章 一困一逃 小说 仙武帝尊 作者 六界三道 轰 轰隆 大战火热之时 远方天际有轰隆声响起 震天动地 摇看去 那是一道道绚丽的神红 一道道身影滑天而来 速度极快 天庭强者杀来了 阵仗庞大 足有上千人之多 个个都是准天静 个个也都是气势吞天 该死 感觉到大批强者急速靠近 那紫袍人变得更加猙獰 走 他一声嘶吼 似是在对那白发女子说 话落 他硬生生地挨了太虚古龙金士一剑 便一步顿出了上百丈 想要在天庭强者围杀之前 顿出这片天地 以免被斩灭这海域 移天换地 子轩轻斥一声 交换了紫袍人与他的位置 刚刚顿走上百丈的紫袍人 又给整回来了 移天换地 紫袍人施展了同样的秘书 又与子轩兑换位置 移天换地 太虚古龙也没闲着 紫袍人刚与子轩兑换位置 便又被他交换了回来 这一幕 看得萧辰等人眼睛都愣望 盖世强者的神通 果然不是说说那么简单 就在那么一瞬间 他们已经接连御动天静法器 要给紫袍人绝杀一击 这得亏没打出去 若是误伤了太虚古龙和子轩他们 那才是扯淡 哄 虚天轰隆 换了一圈 紫袍人又回归了原地 差点被太虚古龙一掌声劈了 十二天自大明镇 紫萱单手掐绝 施展了盖世神通 顺时 十二根擎天神柱 不分先后显化 横贯天地 每一根神柱之上 都刻满了古老的纹路 有符文链条交织 聚成了一座庞大的牢笼 那可不是一般的牢笼 其内 有诸多封印禁止 一定意义上来说 更甚太虚古龙的太虚龙禁 当场 紫袍人便被困在了其中 被牢笼中恐怖的禁止 封得动弹不得 给我开 紫袍人咆哮 想要冲破镇压 却是无济于事 眼见紫袍人被镇压 白衣女子翘眉微平 一掌推出了一片七彩神盒 震退了红尘 挥手一剑扫出了一片神海 斩退了夜尘 继而 她豁然转身 一步 跨出几百丈 留下 萧辰等人 纷纷催动天境法器 扫出了一片神芒 撵她了一片虚天 白发女子神情淡漠 猛地挥动诸仙剑 一剑斩灭了那一片神芒 连天境法器都遭到了反噬 嗡名俱颤 其上环绕的道则神光 也随之暗淡了不少 疑天幻地 子萱一步踏来 施展的又是那交换空间的逆天神通 要把白衣女子交换过来 然 让她心惊的是 白衣女子竟然无视那种神通 太虚龙境 太虚古龙豁然掐绝 施展了太虚龙境 当场将白衣女子笼罩在内 可是下一秒 那太虚龙境牢笼 便被白衣女子一剑展开 天照 白衣女子刚刚脱身 叶晨左眼 仙伦印记便转动 瞄准了白发女子 她献祭了寿元 施展了仙伦禁术 让所有人意外的是 白发女子身上 虽然燃起了天照火焰 但却是被白发女子身负的七彩神侠所湮灭 仙伦禁术 对她无效 三大概是强者的神通 皆是无效 让战场外的萧尘等人 无不骇然 接下来便是红尘 顺身消失 又顺身不见 再次出现 乃是白发女子前方 她的一剑 堪称毁天灭地 白发女子 瞬间七彩神侠大圣 诸仙剑再次嗡名 今是一剑展出 亦有蔑视之威 铿锷 两剑相撞 擦出火花 铿锷之声响起 震耳欲聋 以两剑碰撞的焦点 一道有形的波纹满眼开来 海玉街掀起了惊涛骇浪 所过之处 空间都寸寸崩裂 连夜晨等人 也遭受了波及 红尘被震退 白发女子嘴角溢出鲜血 她身前显现了一道七彩漩涡 太须古龙和子轩沙智 却还是晚了 她转身踏入七彩漩涡 瞬时不见 天地之间再寻不到她半点踪迹 该死 龙腾一声冷哼 早知这天境法器凝聚的牢笼 对其无效 我等便该早些参战 说什么都晚了 她是何方神圣 竟如此之强 看着那消散的七彩漩涡 太须古龙眉头紧皱 通晓及到地数 子轩沉吟一声 那把七彩神剑 该是传说中的诸仙剑 如你所想 玄丰 两人谈论间 不远处响起了千商月的声音 语气中还带着哽咽 闻言 叶尘慌忙转身 一步跨出 来到了神玄丰身前 神玄丰的形态凄惨无比 道则 根基 灵魂都在崩溃 通体每一个毛孔都散发着寂灭之力 那是诸仙剑的杀气 正撕裂着神王最后一丝生机 叶尘蹲下身体 手掌按在了神玄丰身上 血脉之力和圣体本源其出 希望可以帮神玄丰续命 说到底 神玄丰乃是为救他 才落得如此下场 虽然他不知 神玄丰为何会救他 但若抛却双方敌对立场而言 他心里还是愧疚的 然 他的血脉之力和圣体本源 也无法挡住神玄丰那不断湮灭的生机 诸仙剑的绝杀 具有灭世之力 纵是仙伦天生的秘书 也是无效 道则根基已毁 本命灵魂已灭 子萱轻语一声 纵是大罗金仙在世 也就不活了他了 太虚古龙也叹了一口气 红尘也来了 神色木讷的 看着神玄丰 眸中还有迷茫之色闪现 漠然的 红尘也蹲下了身体 僵硬地探出手掌 按在了神玄丰身上 往其体内灌入一种神奇本源力量 让神玄丰的生机消散得缓慢些 然 红尘刚刚蹲下 上一刻还神色木讷的神玄丰 便猛地坐起 一手抓住了叶尘的手 一手抓住了红尘的手 神玄丰神色痛苦 心神在濒临崩溃的边缘 一双空洞的毛子 时而混沌 时而清明 时而迷茫 又时而木讷 众人皱眉 叶尘也皱眉了 不知为何 他感觉心口发痛 能清楚地感受到神玄丰手掌的力量 就如一个将死的老人 抓着自己的孩子 要说出他最后的遗愿 老 老 老大 神玄丰开口了 声音沙哑而沧桑 就在那一瞬的清明 他死死盯着叶尘和红尘 双眸饮满了血色的泪光 老 老大 神玄丰声音虽小 但在场人都听到了 神色在同一时间 变得错愕无比 红尘满眼迷茫 叶尘也是满眼疑惑 老大这个称呼 向来只有他的道身才这样叫他 神玄丰脱口而出一句老大 让他恶然地措手不及 杀 杀杀 神玄丰又开口了 一句话断断续续 死死攥着叶尘和红尘的手掌 神色痛苦 似是用尽了最后一份力气 杀 杀杀杀了若 若 本章完 第1009章 神王陨落 小说 仙武帝尊 作者 六界三道 杀 杀杀杀了若 作 神王这句话 纵是用尽了最后一份力 也没把它没说完 他的灵魂湮灭了 疲惫的双眼 散尽了仅存的一点眸光 死不瞑目 只有两缕血泪 划过了那沧桑的脸庞 旋风 千商月紧紧抱着神旋风 七眉脸颊 满是泪光 悠悠岁月 沧海桑田 这或许是他距离神旋风最近的一次 却也是最后一次 哎 看着神王归继 在场人一声叹息 盖世的神王啊 他是夜的沙神 飞雷神爵冠爵古今 大厨九皇都忌惮 如今死去 给人一种极不真实的感觉 纵然他们立场是敌对的 但一尊盖世的王陨落 心中还是有那么一抹悲凉 星空之中 漫天星光暗淡 只有一颗最璀璨 却是坠落了 盖世的神王陨落了 带着迷茫和悲凉 死不瞑目 大厨几方 妖王 血王 弑魂王 魔王 乌咒王 鬼王 正正地看着那颗坠落的星辰 双眸之中 在同一时间 闪过了一抹哀凉 悠久岁月 他们斗了不知多久 虽是盖世大敌 却也是惺惺相惜 海域之上 夜沉神色正正 盖世的神王 临死前还紧紧攥着他的手 那双未曾闭合的双眸 还在看着他 让他莫名地感到伤痛 红尘神色木讷 双眸空洞 看着神王 他亦有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茫然 漠然间 这天地间 这天地间似有古老的云曲响起 为盖世的王颂行 神玄丰的身体 也随着古老云曲的悲凉之声 一点点地化作烟云 尘归尘 土归土 直至消失这天地之间 只留那遥远的神话 嗖嗖嗖嗖 大楚强者赶来了 站满了四方诸天 这 看着眼前的一幕 所有人都集体愣了一下 叶尘和红尘蹲在地上 月皇之女瘫倒在那里 一大帮人围着他们 这是怎么个局面 所有人漠然 让天宗老祖等人 错愕无比 你看看我 我看丑丑 不知所谓 师 师尊 钟魁 钟江和钟离 纷纷上前 试探性地看着红尘 红尘僵硬地扭过头 神色迷茫地 看着钟江他们 得见他的右眼先轮眼 钟江等人 老去再次一颤 慌忙跪幅在地 徒儿 见过师尊 师尊 漫天之人 又愣了一下 纷纷看向红尘 能被钟江等人 称之为师尊的人 他是红尘 叶尘他们还好 早知红尘还活着 但苏家老祖他们 却是整个人都猛逼了 红尘不是死了吗 竟然还活着 就是面前这位 晚辈碎凤 见过前辈 众人发愣之时 刀黄已然上前 恭敬了行礼 晚辈 见 见过前辈 愣神之后 苏家老祖他们 也纷纷行礼 表情不是一般的奇怪 但连钟江他们都跪下了 连刀黄都行礼了 可见面前这位 还真就是传说中 神秘无比的炎黄圣主 红尘 一如当年 天宗老祖神色复杂地看着红尘 这是他女儿 昔年再凡人间的丈夫 也便是他的女婿 凤 凤 天宗老祖恍惚之时 钟江等人激动之时 太须古龙和子轩纷纷出手 动得还是禁忌的封印之术 还在浑恶状态的红尘 当场就被封进了丹海 神海和道泽 你们 钟江等人 纷纷怒视太须古龙和子轩 回去研究研究 太须古龙干咳了一声 俯手带走了红尘 如一道神光搜的一声消失了 靠 饶氏钟江等人的气度 也忍不住抱了粗口 一大票人浩浩荡荡地追杀了过去 漫天的人影离去 让这片海域 瞬间变得空旷 子轩暗自叹息一声 封印了那还被困在了牢笼之中的紫袍人 便也消失不见了 皇者后裔们助力 静静地看着 还坐在地上的千商月 他如魔阵一般 傻傻抱着神玄丰的杀剑 如冰雕一般 纹丝不动 晶莹的泪光 不断划过凄美的脸颊 世间之姻缘 便是这般奇妙 月皇之女 偏偏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 等了无数年年花谢花开 等了无数蹉跎岁月沧海桑田 那份潜藏的情缘 终究还是一场空梦 商月 南明玉树和大楚黄烟纷纷上前 掺起了千商月 我带你回家 千商月抱着神王杀剑 笑得凄美 一步步走向远方 欠力的背影 在月光之下 显得孤寂而萧瑟 就像是一个柔弱的女子 哎 大楚黄烟和南明玉树等人纷纷跟上 远远跟随 生怕千商月出了什么意外 浩瀚的海域之上 便只剩叶辰 星辰道身 和星月圣女 叶辰心神还在恍惚 依旧不敢相信 今夜所发生的一切 一侧 星辰道身和星月圣女出奇的平静 星神比叶辰还要恍惚 神色苍白 心中隐隐作痛 不知那痛来自何处 只知痛得很迷茫 走了 最后看了一眼这片海域 叶辰这才挪动了脚步 身后 星辰道身和星月圣女纷纷跟上 他们走后 辽阔的海域 这才真正陷入了平静 只有偶尔的波浪涟漪 深夜 并不平静 太虚古龙带着红尘回到了南楚 但后脚就被中江 中奎那帮老家伙给群殴了 红尘被夺回 虽然不忍 但中江等人 还是没有帮其解开太虚古龙的封印 因为他的状态太过奇怪 贸然解开封印 会多出变故 世尊 红尘血赶来了 如一个走丢的孩子回家了 激动不已 扑进了红尘的怀里 泪水沾射他的衣衫 多少年了 他已经记不得了 魂牵梦营的人就在眼前 让他恍似在做梦 抱着他的御手 用尽了平生最大的力气 生怕他再次消失 红尘迷茫地看着怀中的红尘血 那张脸颊 在他木讷的眸中 显得熟悉又陌生 好曾见过 又不曾记得 好曾记得 又不曾见过 一切都在记忆中 无休止地纠缠着 我带你见师娘 哽咽之后 红尘血抹干了泪水 拉起了还在木讷的红尘 他 他就是红尘 看着不断远去的红尘和红尘血 横跃真人等人 纷纷看向了刀皇他们 是他无疑 刀皇深吸了一口气 似也压不住心中的激动 他 他不是死 死了吗 上苍垂帘 让他重生 南楚炸开了锅 沸腾一片 红尘的到来 给刚刚平纪的大楚 带来了惊天风波 他 亦是一个传说 炎皇第九十七代圣主 乃是自炎皇创立以来 除却炎皇之外 最强的一代圣主 红尘西年所统领的炎皇 可比肩裂带诸王 乃是北楚货真价实的剧情 这样一个人 通天彻地 曾被人奉为神明 连刀皇都敬畏之人 早已归继 此刻却被告知还活着 如何让人不为之震惊骇然 本章完 第1001章 恍若隔世的重逢 小说 仙武帝尊 作者 六界三道 夜空深邃 邃心如沉 红尘雪拉着红尘 来到了恒月宗 便直奔关押 楚灵域的那座地宫而去 红尘一路都在扭动着 僵硬的脖子 看着这片 恍若仙境的灵山 那一山一幕 一电一格 是那般的熟悉又陌生 就如红尘雪 给他的感觉一样 不知何时 他驻足了 任由红尘雪 如何去拉 却如何也拉不动了 他僵硬地抬手 静静仰望着面前的山峰 此山峰秀丽 如玉女般娟秀 在层层云雾的迷蒙之下 给人一种如梦似幻的感觉 玉女峰 红尘第一次开口 声音沙哑而沧桑 连他自己都不知 竟会说出这三个字 十尊 红尘雪试探性地呼喊了一声 红尘未曾答话 依旧仰看着玉女峰 似若能看到 玉女峰顶助力的众女 那人 好奇怪 玉女峰顶 上官寒月等人 似也能看到 山下仰望的叶尘 纷纷诧异了一声 感觉好熟悉 好似在哪里见过 真巧 我也是 山下 红尘已经挪动了脚步 但却不是被红尘雪牵着 而是自己在行走 每到一处 都会僵硬地扭动着脖子 看着四方的事物 他的怪异 让路过的长老和弟子 都露出了诧异之色 更诧异的是 红尘便如一尊雕像助力在那里了 每每有人路过 他都会用空洞的双眸去看一眼 就如一个傀儡一般 没有情感 走了师尊 红尘轻语一笑 拉着红尘离开了 把他带来 真的没问题吗 身后 子轩纯尘现身 看向了一侧的太须鼓龙和夜尘 有人在等他 夜尘笑了笑 他是一个苦命之人 当事了他一段心愿 人啊 就是奇怪 太须鼓龙 无奈地摇了摇头 夜尘 玉女封下 楚琳儿他们下来了 也看了一眼红尘雪 他们离开的方向 那人谁啊 红尘 红尘 众女一愣 似是也听过红尘大名 她不是死了吗 还活着 叶尘一笑 扫了一眼众女 楚轩呢 为何不见她 她呀 她闭关了 这边 红尘学已然带着红尘走进了地宫 却是先把红尘放在了门口 独自一人走了进去 师娘 她笑得奄然 看着被封在祭坛上的楚灵狱 别这么叫我 不习惯 楚灵狱美眸开河 却是笑得有些不怎么自然 在这刻枯燥 红尘学笑了笑 你说呢 那莫不如我找个人跟你聊聊天 堂堂人皇圣主 何时也学会俏皮了 我 楚灵狱轻语一笑 但话未说完 便卡在了那里 神色正正地看着红尘学那边 红尘学身边多出一个人来了 脸上满是胡茶 浑身都刻着岁月沧桑留下的痕迹 一双眸子漆黑 但却空洞 神色沧桑 却也迷茫 你 红 红尘 楚灵狱焦躯一颤 美眸中的水雾 顺时化作了泪霜 随着那两行泪光划过脸颊 一道神光落在祭坛之上 他的封印被解开了 他缓缓站起身 一步步走下祭坛 目不斜视地看着红尘 那灵车的美眸 被眼泪所迷蒙 红尘的身影 在朦胧中 变得异常的清晰 该死的岁月 竟把我的红尘 折磨成如此模样 楚灵狱泪眼朦胧 颤抖的玉手 不停地抚摸着那张刻 满沧桑痕迹的脸庞 久久不肯拿开 生怕这是一场幻梦 也似是要把这张脸庞 一刀一刀地刻在灵魂里 你不老 天不慌 他轻轻依偎在他的怀里 脸颊贴在了他的胸膛 有那胸膛的温存和心跳 让他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安逸 红尘神色依旧木讷 僵硬地低下头 迷茫地看着依偎在他怀里的楚灵狱 一旁 红尘雪轻雨一笑 亦是水雾弥漫 他未曾上前 如一抹清风 缓缓退去 他的师尊归来 最想见到的人 是他的妻子吧 恍若隔世的重逢 最是让人感动 夜里的横月 很是平静 有柔和光滑萦绕 给这片仙境 增添了一分祥和 玉女风上 夜沉静静坐在那里 手里 还握着一个酒壶 不远处 星辰到深夜坐在那里 身侧乃是星月圣女 两人如夜沉一般 默不作声 此一幕 看得楚灵儿他们有些错愕 这是怎么了吗 怎么去了一趟北楚 都跟变了个人似的 一句话都不说 这是怎么个意思 最近一些时日都待在横月宗 不知过了多久 夜沉才开口了 唯 为何 众女很是疑惑 待在这里便好 夜沉一笑 对那个白发女子的事 丝毫不提 那白发女子 真是太过强大了 纵观整个大楚 除了红尘 没有人可以制衡她 盖世的王也不行 那神玄丰便是血淋淋的例子 大楚虽然统一了 但危机依旧存在 劣带诸王随时都有可能报复 鸣枪一躲 暗箭难防 这等事 最是让人防不胜防 夜深了 众女纷纷离去 星辰道身和星月圣女也拜别了 一个蜜月度得稀里糊涂的 接下来便是准备澄清事宜 正如神玄丰那句 不知是不是祝福的话语说的那般 天荒地老 始至不渝 夜深也离开了 望了一眼楚轩闭关的地方 便走下了玉女风 恒月大殿前 她再次落下 红尘雪也在那里 面带微笑地看着恒月宗 最深处了一座宁静竹林 夜深也看了过去 隔着很远 都似是能看到楚灵玉和红尘两人 红尘就一尊雕像一般助力在那里 纹丝不动 楚灵玉在为她梳理头发 就如一个温柔的妻子 多谢 红尘雪看得美眸吃醉 莫得一句话 让夜深不由地一笑 谢我什么 谢你把师尊带回来 红尘雪侧手轻语一笑 巧合而已 夜深深吸了一口气 若非她的妻子在苦苦等她 我们是不会把红尘带回来的 就算没有师娘等师尊 不是还有我吗 我也在等师尊 你不忍心楚灵玉 就忍心我红尘雪 你就忽略不计了 夜深干咳了一声 你这是什么话 红尘雪美好气地 瞥了夜深一眼 说正是 夜深玩笑之色顿时散去 问道 北楚那边的事 进行得如何了 如你所想 红尘雪轻语道 天庭明面上是 统一了大楚 但依旧有那些个势力 在暗自对抗 已经不止一次捣乱 期间不乏 世魂王他们的影子 想要彻底让大楚平定 便要荡平裂带诸王 谈何容易啊 夜深无奈地摇了摇头 连大楚皇者都寻不到 他们的踪迹 更何况是我们 太古星天正逐步囊括整个大楚 希望能窥看到他们的踪迹 希望如此 夜深淡淡一声 转身离开了 再次出现 乃是一座庞大的地宫 地宫四周 布满了繁琐的符文 其中还隐藏着诸多恐怖的法阵 皆是不凡 饶是他这个天庭圣主 一步留神 也会被卷进去 地宫之中 助力着两道人影 一是太虚古龙 一是子萱 两人立在一座祭坛前 祭坛之上 交织着符文链条 锁着那个被带回来的子袍人 可看出什么 夜深看了一眼沉睡的子袍人 便看向了太虚古龙和子萱 很诡异 太虚古龙沉吟一声 根本看不出是何等血脉 也看不出是何等来历 只知他体内潜藏着一股 让人厌无又恐惧的力量 值得肯定的是 他并非是大楚之人 子萱也开口了 至于来自哪里 不得而知 没对他用搜魂 试过 太虚古龙说着 却是无奈地摇了摇头 他灵魂之上 有恐怖封印 贸然对其搜魂 必定触动静止 他的灵魂 瞬间便会湮灭 莫不如让西岩来试试 夜深试探性地 看着太虚古龙 他的万花筒 搜魂正合适 行不通 子萱叹息了一声 此人先天免疫幻术 这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他的记忆 也有封印 贸然触动静止 灵魂一样会崩溃 两位对那白发女子来历 可曾有看法 夜深自子刨人身上 收回了目光 看向了两人 他戴的白色面具 乃是用修为之力所画 太虚古龙沉吟了一声 这点你最清楚 连你的六道仙伦眼 都无法看破 他的真容必定不简单 我有一种熟悉感 太虚古龙悠悠一声 话语充满了深意 好似在哪里见过 我也一样 子萱轻语一声 不瞒二位说 我也是这种感觉 夜深狠狠吸了一口气 我等更诧异的是 另一件事 太虚古龙和子萱 纷纷看向了夜深 红尘与你 长得一模一样 与你有诸多相似 神王也与你 长得一模一样 还为你当下诸仙绝杀一剑 你有没有想过 这是为何 不知 夜深轻轻摇头 你还是对我们有隐瞒 太虚古龙目不斜视地 看着夜深 我在那个意境中 看到了诸天万语 却是一片血淋淋的天地 大地都战死了 尸骨成山 血流成河 八荒战神背着东皇太星 在末日的夕阳下 亮强前行 要在绝望中 为后世搏出一个未来 本章完 好看 太虚古龙目不断